三国期间 向敌英投诚的将领不在少数 有的将领不仅没有被批判 反而得到了忠义之名 比如关羽 有的将领虽说投底 但没有遭受非议 比如黄泉 在这其中 还有一类人 他们颠三倒四 反复无常 彻底诠释了墙头草的含义 其代表人物就是孟达 一 孟达不救关羽 三次反叛 公元219年 关羽率军围攻相反 事实 关羽曾向驻扎在上营的孟达球员 孟达已上营刚刚归附 尚未稳固为借口 拒绝出兵 拨交之后 关羽战败 被吕蒙所杀 一定程度上说 此次失利 孟达要负一定责任 如果孟达出兵援助 关羽断然不会败的那般惨烈 刘备因为关羽的死 对孟达也是十分不悦 孟达原本是刘丈的不将 刘备占据一周之后 孟达就投奔了刘备 关羽死后 孟达害怕被刘备所杀 就再次投奔了曹魏 孟达投奔曹魏之时 手中也是有投名状的 那就是被蜀军占据不久的东三郡上拥 冯陵 西城 不久之后 在孟达的帮助下 魏军攻下东三郡 曹丕大喜 改三郡为新城 并令孟达为新城太守 防范蜀军 换言之 由于孟达投降曹魏 使得术国丢失了战略要地 曹丕对孟达不保 孟达也是曹丕为最大一仗 曹丕的战略意图 类似于一致一 就是利用孟达来制约蜀军 事实上 曹丕对孟达的信任 也是有所保留的 然而 在公元226年 曹丕病逝 孟达失去了曹丕这个大靠山 既好有缓解 夏侯尚也已去世 换句话讲 在曹丕去世后 孟达在一定时间内 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 于是 孟达又想要回归蜀汉 承认 孟达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墙头草 尽管三国的局势尔有我障 但对于这种人 各方势力都是十分反感的 孟达得罪过蜀国 所以他还准备了第二套方案 就是投靠东武 史料记载 吴王孙权一招之 达随被围 通武 术 在孟达看来 魏国可能是待不下去了 而如果无法回归蜀国 那就改投东武 这明显不是脚踏两只船的问题 甚至是三只船 诸葛亮暗中下半子 起初 诸葛亮还是寄希望于孟达能回到蜀国 对国家利益而言 孟达的回归 可以让蜀国收回东三局 这对于蜀国的整个战略布局 是十分有利的 可是诸葛亮对孟达这个人极为不信任 在经过仔细思量后 诸葛亮认为留下孟达 必大于力 倘若孟达再来个两面三刀 和动物勾搭连环 东三郡不仅拿不回来 反而会导致蜀军投鼠机器 极为被动 于是 诸葛亮决定使用离间计 借助曹魏的手 除掉孟达这个叛徒 史料记载达瑜是连无故属 前途中国 属相诸葛亮恶旗反复 又利己为患 达瑜卫星太守身夷有戏 两余粗其事 乃遣郭莫乍乡 过疑 因露泄其谋 达温其谋路线 将举兵 孟达和卫星太守身夷有仇 于是 诸葛亮派出过谋假装投奔魏国 并将孟达要反叛的消息 告诉了身夷 诸葛亮很清楚 鉴于孟达和身夷的仇怨 身夷必定会借此机会予以报复 所以很快 孟达要造反的消息 传到了司马懿耳中 司马懿作为三国的顶级谋臣 很快就分析出了事情的原委 不论孟达想要投靠蜀国还是吴国 损失最大的还是魏国 所以 想阻止孟达叛乱 那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出兵 如果没有抓住时机 后果也是难以预料的 三 司马懿急行军覆灭孟达 很快 耳目灵通了孟达 得知他要归属的计划泄露 为了避免夜长孟都 他决定马上起兵 我们推测 当时的孟达 还不知道要坑他的正是诸葛亮 在很早之前 司马懿就发觉孟达很不靠谱 不仅见风是动 而且毫无诚意可言 司马懿向魏明帝曹睿上奏 建议其除掉孟达 但曹睿没有同意 时至今日 孟达马上要叛乱 也容不得司马懿再多想 必须尽快行动 司马懿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 第一 他马上写了风险安抚孟达 信中是这样写的 大致的意思就是 我们魏国对于将军还是很信任的 否则也不会将三军之地委托给将军 而诸葛亮想要挑拨起你和魏国的关系 孟达见到司马懿的信 又开始游了 随即暂缓发兵 与此同时 司马懿马上将此事上奏皇帝 表明要出兵的理由 并立即派兵以急行军的速度 奔赴孟达所部 在司马懿看来 孟达是不值得信任的 留着他继续耍宝 对魏国是百害而无一利 只有先占据东三局 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当时 司马懿的军队离着孟达有1200里 在孟达想来 如果司马懿真的要出兵 最少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但预料不到的是 司马懿的军队仅仅用八天 就赶到了晚成 魏军马上开始攻城 足足打了16天 孟达终于支撑不住了 加之由于其两面三刀的个性 他的外甥邓贤 不将黎夫等人打开了城门 最终 孟达被司马懿斩杀 正所谓人无信而不利 也无信而不信 尽管司马懿 诸葛亮都是完全谋的高手 三国之间也充斥了尔余我诈的陷阱 但那些阴谋诡计主要是针对的敌人 而在自己阵营内部 最重要的则是团结 孟达这种强头草 不论在哪里都不会受人尊重 这种人的结局 大多也是以白王收场 孟达因为做事不谨慎 让平时和他关系不好的卫星太守深夷 知道了他的企图 于是深夷将孟达计划泄露 司马懿写下安抚孟达 暗中潜军进逃 孟达认为司马是率军来逃 至少需要三十日方能抵达 所以当司马懿八日内 行军一千二百里赶来时 完全打乱了孟达的部署 司马懿包围上拥十六天 破城斩杀孟达 这可把诸葛亮坑酷了 本来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可孟达这边一出问题 加上后来又丢掉了阶亭 粮草不济 诸葛亮只好放弃北伐 撤军回到汉中 回顾孟达的一生 他间接地害死了名将官员 害得诸葛亮北伐计划落空 而且他还出卖了刘章 刘备和曹睿三家君主 这么看来孟达确实无耻之极 被称为吕布第二也不过分 在孟达被杀后 孟达有子孟兴 在卫国担任一都军一职 公元264年贤西元年被亲戚回右伏风 总的来说 对于蜀汉丞相诸葛亮来说 非常厌恶反复无常的孟达 所以在孟达有归降想法的时候 促使他迅速背叛曹魏 而这自然被司马懿所利用 从而对于迅速解决了孟达这位将领 于是作为三国时期著名的岛阁将军 孟达最终被诸葛亮 司马懿联手除掉 对此在笔者看来 如果孟达没有在公元228年被斩杀 那么以他的形式风格 或许还能在蜀汉和曹魏之间反复跳跃